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剑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由同命小说改编的惊悚科幻电影 蒙上你的眼 它讲述了人类在未知灵体的操控下纷纷自杀 一个母亲如何带着两个孩子踏上求生之路的故事 虽然所谓的灵体从来没有真实的出现过 但是电影里的惊悚气氛红沱的恰到好处 给人置身其中的紧张感 一起看看吧 玛丽正在叮嘱自己的孩子 他们现在要坐船渡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船上谁都不准说话 更不许睁下眼罩 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死 说完便急急忙忙的出了门 蒙上眼罩的他们只能顺着绳子一路走到河边 似乎已经对周围的环境无比熟悉 原来五年前俄罗斯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自杀惨案 并不是因为病毒或者病理性问题 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民众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身体就不受控制的去自杀了 很快这个自杀趋势就蔓延到了美国 这天怀孕的玛丽跟姐姐驱逐产检 走出毕丘室后发现刚刚很开心的女人 正在用自己的头撞玻璃 吓坏了的玛丽立刻跑回车上 叫姐姐赶紧回家 但是在回家的路上 开车的姐姐不知道为什么 走到路中间自杀了 玛丽只能跟着人群不停的跑 舔着个大肚子的她 醒得无边摔了一跤 一个本单在屋子里无比安全的女人 为了救她跑了出来 但是下一秒 她就好像在空气中看到了自己过世的母亲 然后不受控制的 坐进了燃着熊熊大火即将爆炸的车子里 跟车子一起烧成了灰烬 玛丽自在另外几个路人的帮助下 一起逃进了房子 电视里美国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警告民众千万不要出门 避免使用社交媒体 只要不看外面那些东西就会没事 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房子里的食物迟早会吃光 于是有人提议 用监控影像去观察外面的情况 数字画面说不定不会受到影响 但事实证明不管在哪儿用什么看 都会让人不顾一切地自杀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房子里的食物供给已经不够了 正好这些人中有一个超市收银员 他在事情发生后 将门锁了然后逃在这里 超市离房子也不远 他们可以利用车上的导航开车过去 当然是在将车窗全都呼上的情况下 在途中他们似乎遭遇了什么可怕的旁人大物 伴随着巨大的声响 车子前后左右都被包围 他们只能不顾一切地冲向超市 然后将超市的物资都搜刮了一通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求救声 是收银员的同事 众人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一个小缝 超市里的鹦鹉却开始暴躁地乱跳 众人立刻意识到外面有不好的东西 但是门已经来不及关上了 收银员只能牺牲自己将同事撞了出去 救下了所有人的命 剩下的几个人顺利地带着物资 和能够感知到异样的鹦鹉回到了房子 然而有一对小情侣去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地将车子开走了 这下他们彻底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 突然有一天 一个陌生男人来敲门 说自己被人追杀 那些人闯进了房子 将他们逼到了户外去看一些灵体 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 而那些凶手是不需要戴眼罩的 他们为世界末日感到开心 就和超市收银员的那个同事一样 大家本来想将男人留下避难 房子里唯一一个理智的光头站出来 逼陌生男人离开 因为他们每一次和外界产生联系 都会导致他们中有人死亡 他不愿意冒这个险再收留陌生人 于是光头被打晕关进了车库 然而不久后的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 房子里两个孕妇同时到了产期 除了被关在车库的光头 和陌生男人之外都去住产 于是陌生男人将自己换的灵体 全都拿了出来 把鹦鹉放进了冰柜 扯掉了所有窗户上粘贴的报纸 还打开了车库的大门 光头正在发现他的瞳孔 跟正常人不一样 他一开始就是个受到灵体感染的自杀者 只不过他响应了魔鬼的号召 要将更多的人拉下地狱 他一个接一个地逼迫房子内的人睁开眼睛 每个看向窗户外的人 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杀 幸好最后小黑干掉了他 保护下了玛丽和两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就这样过去了五年 孩子们都长大到了现在的模样 小黑在一天晚上 听到了对讲机里传来的信息 对讲机那头的男人说 他们有一个补给充足的社区 在河流的下游 从小黑他们陷在这个地方过去 沿着河流大概需要两天的路程 但是在路上会有一个急流 必须有人睁着眼睛看周围确认方向 过了急流之后就是他们的营地 他们养了非常多的鸟 只要顺着鸟叫声就能找到他们 由于周围房子的补给都已经被小黑找光了 现在这个营地可能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虽然玛丽不愿意去冒险也没有办法了 他们必须放手一波 踏上了前往营地的路程 可这个世界仍然还存着魔鬼的助手 他们到处搜寻活着的人 逼迫他们睁眼看世界 小黑为了救玛丽牺牲了自己 这些眼罩干掉了这伙人 然后不受控制的自杀了 所以才会有开头的那一幕 玛丽如今唯一的选择 就是带着孩子们前往那个对讲机里的营地 路上他们总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是那些灵体在模仿他们最亲密的人 想将他们拉入深渊 一直坚定的玛丽并不受影响 在河流上漂流了两天后 他们来到了对讲机里说的那个急流 必须有人来指明方向 玛丽的亲儿子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但是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牺牲呢 女孩叫玛丽犹豫了 便微微缩缩地说了一句 我来 玛丽想起了自己曾经对女孩母亲说过 会好好照顾她 手心手背都是肉 她狠不下心来让孩子就这样去死 于是她决定谁都不看方向 挺天由命 在激流中失去方向的他们 毫无意外地被重散 孩子们都听到了灵体呼唤他们的声音 但幸好玛丽大声地 在树林里说着孩子们无比期待的美好未来 让他们寻着声音走 将他们全都找了回来 可灵体仍然不会放过他们 从四面八方包抄了过来 不停地用小黑的声音来干扰玛丽的判断 然而一直坚定的玛丽并不会被动摇 她顺着鸟叫声 抱着孩子们跑到了营地 她这才知道为什么这里不受那些魔鬼的侵扰 因为这是个盲人学院 他们看不见也依然能够生活得很好 而院子里那些露天的地方 都有绿植和小鸟的遮挡 所以灵体没有办法对他们产生威胁 玛丽和孩子们终于安全了 已经五岁的孩子也终于从玛丽那里 获得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之前他们的生存得不到保障 玛丽不敢给他们任何承诺 包括名字 总是凶巴巴的命令他们 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能够和普通的小孩子们一样成长 玛丽也承担起一个好母亲的义务 一直陪伴守护着他们 不过据说原住里并没有这么光明的结局 因为当玛丽到达学校后 她发现这里面的人并不是先天残疾 很多都是后天将自己刺瞎的 她和孩子们也很有可能会陷入这样危险的境地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电影 面对一切的未知 是伟大的母亲用爱带来的希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的你看进各种产品科幻的影 下期见啦 那么您可以认为看的源 旅选拟 on 两个人才能让我们下期见 旅选拟的这种可能性质 mot